他叫向杰 今年38岁 32年前 他在去棘手找妈妈的路上不幸被拐 挂着棘手二字的车站牌 一直是指引着他回家的坐标 32年来 他一直走在寻家的路上 从未停歇 乌鲁木齐 银川 哈尔滨 济南 南京等几十个省 几百个城市都有他的足迹 这一次 他能否如愿找到妈妈 重回妈妈的怀抱 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来 请坐 怎么称呼啊 我叫向杰 是来自四川自贡 今年38岁 到这里是找我妈妈 记得是妈妈是在棘手 你小时候不住在棘手 不是 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跟奶奶一起生活 对 妈妈并不在家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 然后就是有一天呢 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 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 然后呢 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那个小孩比你大很多 对 然后第二天呢 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 裤子给我穿好 然后这哥哥呢 就把我背起来 然后不知道多久呢 第一次进那个火车 然后就看到冒烟啊 上门冒白烟 还有大轮子 然后哥哥就带我 就上了车了 上了车 在车上呢 就感觉不知道多久 然后就看到 车就到站了嘛 哥哥就跟我说 说我们到站了 要下车了 那个时候呢 哥哥就牵着我的手 到了门口 车门打开的时候 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 就站在门口 然后哥哥说 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 我这才知道 就是妈妈 然后呢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对 然后这妈妈就顺手 就把我进车上抱下来 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 到那个牌子上呢 就告诉我 说你要记住 这叫棘手 棘手 对 然后我就把这个棘手记着了 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 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 在那里得了很多的 不一样的嘛 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 反正对我很好啊 然后给我买了吃的 吃的呢是那个纸 黄颜色纸包着的 然后说 妈妈回来就买吃的了 带着吃的 然后我就过去 她就把那个口袋就是纸包的打开 打开之后很香嘛 也没吃过那东西也没闻过嘛 什么东西啊吃的是 这种小蛋糕 一点点小蛋糕呢 我拿那个蛋糕 就想吃嘛 一个没吃过没见过 就感觉很好吃 就拿了一个就往嘴巴里塞的时候 然后这妈妈呢 就说就顺手就把那个 蛋糕前我嘴巴里拿出来了 她就说 傻孩子这里外头还有一层纸 然后就把那个纸剥了之后呢 就自己又喂到我嘴巴里来了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呀 那时候有个六七岁的样子吧 六七岁的样子 对 你觉得在妈妈家幸福吗 很幸福 因为第一次得到这个 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感觉 大概我记忆中是 有个三四天嘛 在妈妈家待了三四天 对 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又送回了奶奶家 对 送到奶奶那边去 完了晚上有的时候 做梦 有梦的这个场景嘛 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想去找妈妈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 完了完了呢 就顺着路就走了 去找我妈妈去了 完了之后就过了两个大人 他就说 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 我说我要去找妈妈 他说 我们认识你妈妈 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 他说好不好 我说好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对 没想到嘛 就把我抱上车了 上了车呢 就给我喝了一种饮料 喝了之后呢 我就 就这这就睡了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是在船上了 船上 对 轮船上 然后我就想着 一边在船边玩的 我就想着 我是找我妈妈去 还能坐船吗 对啊 上次是坐火车 对啊 我说哥哥 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 是坐着汽车 然后我就想着 还能坐船去找妈妈 这很高兴嘛 就在船上玩嘛 然后又到那个 喝那个饮料 喝了之后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 那个我进了火车站 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就是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对 像钢丝绳拉的 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 在拽上去嘛 然后我记忆中就是 看那个东西呢 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 然后再次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家里面了 然后家中呢 就有一个爷爷奶奶 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 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 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 然后过几天呢 叔叔过来接你 去找你妈妈 然后我就点了头 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 反正这一家阿姨呢 反正就看到这个情节 她就会 要打我 干嘛要打你啊 我不知道 我很怕她嘛 所以就跟我说 说不准哭 最后还要打你 讲的 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活家 她就这么跟你说 对 她这样的跟我说了 我才知道 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 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对 卖到了这家 到这家 这个时候呢 我脑海就出现了 我要到吉祖区找我的妈妈 然后阿姨就出去 就把门锁了 起来之后 一看到有个窗户 就去那个窗户 就翻了出去了 翻了出去 我就一直就跑啊 那你知道往哪跑吗 那时候我就想着 我要到吉祖区找我妈妈 首先要到 汽车都是亮光的地方嘛 我就到顺着亮光的地方跑 天快黑了嘛 就听着那个火车嘛 火车叫 我就想着 哥哥是带我去 是坐了火车 对 有火车了 我就可以到吉祖区 去找我妈妈嘛 我就一直顺着火车的 声音叫的方向 就走嘛 顺着路上走 然后我就顺手 都看到有个阿姨 走到我面前 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 然后呢 阿姨就看我笑一笑 然后就跟她进了站 进了站呢 就上了车 到了车上呢 我很高兴啊 听说我终于上了火车 我可以去 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其实你也不知道 那火车往哪开 对 但是反正能上去 对 我觉得是往吉祖区 对 往吉祖区方向去嘛 可是在车上呢 不知道待了多久 就看到那些 叔叔阿姨啊 那些就下车了嘛 我就跟着后面下车 下车呢 就这样 这地方不对 就说吉祖区那个地方 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 然后我去找那个牌子 也没有那个牌子 我就想着 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 到吉祖区去 跑出去之后 就碰到 又背着大包 两个就是 一个阿姨 一个叔叔嘛 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 你去扒货车 扒货车 对 扒货车 扒那货车扒了两天 然后到了一个站 就是诸州 诸州 湖南 那离吉祖区应该不远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 吉祖到底离我还要多远 我去下车 我都要问 问了工作人员 我就说 叔叔 这有没有到吉祖区去的车的 那个叔叔 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祖区 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 然后坐着 我记得天就快亮了 然后到了一个站 然后我就去那站台 就去看那个牌子 看了牌子之后 我很高兴啊 是吉祖吗 对 是吉祖 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那个牌子 然后我很高兴 可是高兴呢 一会儿就失落了 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 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 到什么地方去的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对 时隔了这么多年 找到吉祖这个地方了 又一次到了吉祖这个车站 对 到吉祖呢 又失落了 然后我就出去 就顺着城里面 就吉祖转嘛 饿了呢 就在铁路边上捡一点方便面 还有面包啊 可能呢 就喝那个 就是或者铁路边上有那个 那个有水的嘛 就是反正能填饱肚子的 我都吃过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我在那儿等了 一个月 有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对 然后到那儿之后我就想到 我找到 我还有个家 我能找到我的家呢 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家里有奶奶嘛 对 然后就 把火车 然后不知道搬多久 就下了车就问 顺问工作人员 说这地方是重庆 到了重庆 对 我自己也不在城里 不知道转多久 就来到了那个 朝天门 就看到那个船了 其中有一书呢 就是那两个叔叔 带我坐过的那个船 是两层的 你认出来了 我认出来了 是那个船吗 我看到是这个船 然后就 车时之后一想呢 那两个叔叔 是去哪个地方 把我带在这个地方的 我不知道 很失望嘛 就低着头在那儿走 就顺着空中海 就走到了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呢 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 转悠 转悠呢 我就看到那个 但我一眼就看到那个 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一眼就看见了 也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一样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 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 问了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这早就换成电梯了 说不是那种缆车了 我就一下子就确定 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这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带你转船的地方 下船 然后转火车的地方 就是重庆 然后我就这一下子 我心里也有点高兴 他最起码知道我 然后行这两个 沐通的一站了 对 一站 找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就想了 我要回去 再回到朝天门 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 已经很近了嘛 对不对 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就在那码头等嘛 那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 到重庆来进货啊 什么东西的 能把我认出来 我就在那边 天天就是早早地就在床那边 等着到码头等着 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 很多人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 跌到头走的时候就说 那小孩在河边玩嘛 那里面有个水蛋呢 这水嘛 长天水是荤的嘛 这水蛋的时间一长了 水会变轻 就跟镜子一样的 就偶尔地走到那地方 看了一下自己 就把自己打击得更没话说了 因为人已经长大了 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 是吧 这下是接受不起来了 我已经长大了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那个小的时候 人家能认出来 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妈妈 我哥哥 家人 找了这么多年 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 家也没找到 那时候我都 我就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你叫寻短剑 对 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 到江里后 那时候就是一个流浪的人 看到我之后 就把我请江里的老婆 救上来了 救上来就说了 是你一个年轻的 想好的 何必会走这条路来 说可以去捡点 纸盒子 换取水瓶子 卖点钱 这些换取钱的 你万一生病啊 你至少有钱去买 你要感冒 你有钱去买 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 我也有钱去 就去找我的妈妈 然后就跟着 他们就开始捡瓶子 捡瓶子呢 就是流浪人 跟流浪在一起嘛 就 有时候读报纸啊 教我认字 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开始学认字 对 所以就这样 慢慢陆续都认识 认识一些字出来了 有时候 我去捡那些地图 就慢慢地学去查 我说要把这个 翻地图 找妈妈在的地方 棘手嘛 我都慢慢地 学翻那个地图 最后就找到了 棘手 我就把那个棘手 仍然在地图上 就把它描下过来 就拿个笔啊 给它画的 棘手在什么地方 现在 是哪个神 印在了心里 对 印了心 然后就 过了 太多久 就开始 又开始 就是流浪吧 反正是 去过很多地方吧 都去了什么地儿 除了西藏没去过 青春西 说吧 就是四川 就是城市 大概就是内江 成都 然后就是 德阳 绵阳 广源 宝基 天水 西林 乌鲁木齐 银川 然后内蒙古 也去过 东北那边呢 就去过 黑龙江 然后去过 吉林 然后沈阳 然后转回来 就是去了 石家庄 再往下走 就是山东的济南 蓬莱 就是莱州 天台 青岛 通火车的地方 我几乎就去过了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 继续扩大 他终于找到了棘手 却找不到妈妈 凭借自己的双脚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寻家的路虽然艰苦 但他从未停歇 寻家途中 他不仅得到过 很多人的帮助 他也曾帮助别人回家 后来到了河南的郑州 就碰到一个 岁数大一点的 就问我 说小伙子 你干不干活 我说我干 到了晚上 就是一个车子 就把我们拉到了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河南的交座 下车之后 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 然后就把我们接进去 我在里面一看来 那是砖厂 做砖的吧 然后我就问旁边 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 他说 你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我说不知道 说这是黑砖厂 黑砖厂 对 黑砖厂 我一听到是黑砖厂 我就跟那个叔叔说 我说我要跑 最后第二天早上 起来的时候 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 然后我就 一下子就跑到包库地里面了 顺着包库地里就跑 使劲地跑嘛 跑到天亮 我也不敢歇息 我还顺着包库地跑 最后跑了 公安去世了 去找警察了 对 找了警察 我就把事情一说 那警察呢 都带了很多人 那些人就是说 包括有武警啊 有警察叔叔啊 有武警叔叔他们 然后就把那个庄厂 整个都围起来了 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 那个庄厂 去找庄厂吧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然后围起来之后 好像救了大概有 二三十多个人吧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对 救出来 抓了那个庄厂 那时候我感觉心不忍 因为我说做的 就这种这么好的 做了一点事啊 我感觉挺开心的 你这不是一件 普通的事啊 你这一件大好事 大善事 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 那些受苦的工友 给救出来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 尽我的能力 我所有把这些人救出来 我也感觉挺开心的 那时我就回到南京 这首先要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搬东西啊 就是小件啊那些 拨碗瓢盆啊 衣服啊 这些老板就叫我搬亲的嘛 后来我自己就慢慢 就是搬一些大件 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 就是船垫子啊 或者桌子啊 电视啊 电器里面都是包括 最大 就是搬个电视机 搬了电视机呢 后来老板呢 就搬大东西 比如说 自己就慢慢去摸手 去背冰箱啊 这些大件 那可不好背 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还可以吧 然后自己 看你这么瘦 还可以 然后背上去 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 就是 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 反正冰箱啊什么的 还搬大件 也抬过钢琴嘛 反正是 钢琴 对 两个人 对 两个人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 一个大米粱 一样的搬上去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 一直流浪吗 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 日平厂里面 干那个 做做搬运啊 谢谢货啊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说的是 三千七 然后两个 一个月就说 不休息 一天不休息 就等于说 用两百块钱的全能奖 全能奖 对 全能奖呢 就等于是 三千九百块钱 哦 到四千块钱 对 为了这两百块钱呢 就说 我没请过一次假 就包括生病 我也不请假 自己 要努力嘛 挣点钱 然后 还要 去找我的妈妈 我的家人 然后就 也到基础去找过我妈妈 也又去过 也又去过 去过之后呢 就说 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对 也不是呢 记得它火是单线的 甚至变成双线了 火车站就变了 对 火车站就变了 整个都变了 这是一个始终 把妈妈放在心中 支持她 走到三十多岁的 一个大男人 其实找妈妈的路 非常的难 但是在她心中 棘手这两个字 她始终忘不了 因为棘手好像就像 她的第二个家一样 这个孩子从小被拐 应该讲 经历了很多 生活的艰难 因为长期是在流浪 吃了很多苦 这也是拐面犯罪的危害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 很多家庭 在警方和监管部门的 帮助之下团聚了 我相信这个孩子呢 也是有希望的 特别是采血入库 这一点很重要 谢谢陈局 好 谢谢 岳老师 听了这个孩子的叙述 其实让我得到了 另外一种感受 就是她 对她的母亲 只有四五天的记忆 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 她就是四五天的母爱 温暖了她几乎三十多年 这个地方呢 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 年轻的朋友们 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 这种幸福的生活 珍惜母爱 谢谢 但是上街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 你只跟她待了四五天 她究竟多高 长什么样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 很朴实的一个 就这么说吧 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 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 妈妈走出来 你能认出她来吗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 反正我会说 我这么多年找妈妈 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 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也许你抱着妈妈 抱着妈妈 你就能感受到 三十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 对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能不能帮 向杰今天原貌 向杰 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 齐悦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来 有请 向杰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悦 您在等着我用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寻人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那么根据您的描述 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 1980年出生的 妈妈是姓廖 根据以上这些信息 我们立即联系到了 相关志愿者和警方 为您展开寻找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 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 我们对重庆范围内 四川 贵州 邻居 都进行了 降化和实地走访海坛 很可惜 于是我们立即联系 福南棘手的志愿者 翻阅了80年代到棘手的火车时刻表 进行分析 并按照你记忆中的棘手妈妈的家 制作了情形图片 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 迅速转发和发布 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 上午7点多 一位信料的女士联系了我 她所描述 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 于是我们立即寻求 重庆警方的帮助 我们迅速将这位老女士血样 入入全国打拐丁一库 并加班加点 将你和她的血样 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 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希望之门 相姐 请走向希望之门 我要去到棘手找我妈妈 妈妈在棘手 妈妈在棘手 可能我的父母亲 我的爸爸妈妈在找我 我是想到这个呢 我都继续努力地活下去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ении나大,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針麗 室属 我很想念你们 动 Buch 这么多年在外头 不管是受多大的罪 就得努力地找你们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三天 我的儿子 三天 我的儿子 我感觉了 我的儿子 作词 曲 李宗盛 啊 来 向姐咱们扶妈妈过去 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 向姐自己扶着来 慢一点啊 往那边走 坐快坐快 让妈妈坐的 妈妈坐下 对妈妈 哥哥坐 这是哥哥吧 来哥哥坐边上 来来来 妈妈擦的眼睛来向姐 不要哭啊妈妈 我也找着你们好的 好辛苦你知道吗 你说我都哭了 我都哭了 找到就好了 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 我说了很多的 到处去找你们 有点哭了 妈妈别哭了 别哭了 妈妈别哭了 妈妈别哭了 妈妈 阿姨注意身体啊 对啊 妈妈要注意身体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妈妈 小姐 走了那么多地方 特别想问问您 有没有去 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没有 没有去过 对 妈妈其实 是在天津保底生活 我们也是在那儿 把妈妈找到的 保底 保底 天津保底 在北京的东侧 因为你记得 那个棘手 也是对的 妈妈一开始 的确是在湖南棘手 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 一年左右 妈妈就去天津了 这么长的时间 等于一直是在保底生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棘手 长不到的 一点信息都没有 对 哥哥也跟着妈妈 到到天津 是的 这么多年 一直在天津生活 是 我们到天津 我们又天天落叹 天天走啊 天天走啊 我到公安局 我也报了 到公安局也报了 报了 这么信息都没有 我又到湖南 张家健 公安局 我也说了 到龙山 我也说了 都报了案了 我都说了 但是没有信息 都没得信息 我只要有信息 你给我打电报 写电报来 打电话来也行 每次他们都得找 看到书人 都问 都知道 被妈妈抱着 能找回当年 三十多年前 那个感觉吗 能找回来 这就是亲妈 对 我 什么时候 我都知道 他这一端晚 吃着好菜 好饭 我的身体 哭出那些了 阿姨啊 现在 那都过去了 找到了吗 是吧 妈妈 那都过去了 阿姨 我们都吃好的 哄好的 自现我的儿子 得他哭出了 身色 阿姨 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今天晚上 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而且离得近 天津 所以 录完节目 很快 小向就可以跟着 回妈妈 回哥哥那看看 那就是咱 真正的家 是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 祝福他们一家团员 来 妈妈 慢点 慢点 谢谢 慢点啊 阿姨 慢点 慢点 谢谢 不谢 不谢 不说谢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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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谢谢你们 慢点 走 慢点 走 谢谢你们 我 要找到你 远在棘手的妈妈 她找了三十二年 妈妈的怀抱 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 三十二年来 不管她受了多大的罪 永远又放弃过 妈妈的爱 曾经是她寻心之路的信念支撑 未来也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 相姐祝福你们 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